大家好 多肉能否安全越冬呢 一直是很多花友啊 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想要让多肉安全越冬 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五个保证就可以了 那么是哪五个保证呢 那么首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多肉 在入冬期前呢 它是长得非常的健壮 非常的壮实的 这样的话它才更容易越冬 那么如何把它养得壮实呢 除了胶水要控制好 光照也给足之外 我们还要给它适当的用肥 而用肥的话呢 一定要用一些含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我不能偏吃过多的蛋肥 蛋肥如果过量植株涂长 枝条比较细弱就难以越冬 那么用肥的话 我一般都是用这种多肉权营养的水溶肥 来给它补充养分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多肉型的这种肥料的话呢 它里面 蛋磷甲比例是15比10比35 甲含量偏高 可以有利于植株的健壮 又可以增加植株体内的纤维数 来增强它的一个抗寒能力 第二个就是保证在入冬之前 我们不要给它换盆 因为如果我们在入冬之前 给它换盆 换盆的话呢 会伤到植株的根系 影响植株的浮盆 还有后期的生长 那么在伤根的情况下 植株是比较难以越冬的 那么这就是第二个要保证 第三个保证就是在寒冬时间 保证不浇水 寒冬的话就是说温度特别低 持续处于一个低温情况下 那这种寒冬就一定要不要浇水了 因为这时候浇水的话呢 它处于休眠期根本就吸收不了 而且还很容易出现这个根系腐烂 甚至是冻害 第四个就是要保证我们放置的位置 一定要不漏风 不被雨淋 养护多肉呢 最好就是把它放在室内 环境温度相对比较合适 不要给它吹这个冷风 也不要被这个雨水淋 吹冷风很容易冻害 被雨水淋的话呢 就很容易积水烂根 而且也会受冻 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保证好它生长的温度 最好控制在两度左右 可以在短时间内处于凝度 但是不能够长期在凝度的环境下 多肉呢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不是特别的怕冷 但是呢 也不能够长期处于特别低温的情况下 也不然也会冻死 但是呢 这五个保证的话呢 我们前提是你的这个多肉 它是下种型的多肉 它是不耐寒的 在冬天是不会生长这种多肉 因为如果是一些冬型种的多肉的话呢 它在冬季还是能够生长 所以是不能够断水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